时代造就人物 人物影响时代 讲述影响力人物的成功故事 见证影响力品牌的成长传奇 影响力人物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五年研发 他曾经倾家荡产 你把房子卖了 老婆孩子同意吗 这愧疊的是我爸妈吧 生活没有锦衣玉食 但他从不把财富当回事 其实你巨大的财富 不至于你拥有多少钱 而是拥有你多少发心去做民生息 本期节目 台州万物园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庄世荣 做客影响力人物 为您讲述他的创业故事和人生感悟 敬请收看 时代造就人物 人物影响时代 这里是影响利益人物 在我们国家 净水器生产企业有三千多家 在市场上销售的净水器品牌 还有种类有上千个 怎么能够选购到 价优物美的净水产品 经过净水设备处理过的水 和普通水之间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嘉宾 台州万物园环保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庄世荣先生 庄世荣 台州万物园环保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研究员 台州万物园环保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 是专业从事家庭健康水 处理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公司拥有一支 较强的技术研发队伍 并与国内外多家机构 强强联手 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系列水处理环保设备 让老百姓喝上优质健康水 实现家庭的分质用水 是庄世荣的人生目标 我们看您简历的时候 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您并不是说学这个专业的 也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您是半路 半路出家 08年的时候吧 但是08年的时候 据我所知 我回忆 那个时候市场上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净水产品了 您为什么不去选购一个 而是要自己去做呢 那时候我是抱着选购的 去做一个销售 就是没想到跟自己去研发 当时你就准备转行了 就是要做水了 对 但是并不想研发 是想做销售 做销售 那么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觉得都不符合你的标准 所以我选择了这些净水期的厂家 去折访 最起码 我看了这些关于水的知识 这些书里面 描述第一 水中的人体有益的口容性矿物质微量元素 必须要具备 第二 水必须要能流动性 第三 水必须像五十年前大致于给我们水 随便洗农着窝 洗装甲 洗衣服洗下去 它都能达到至今 自动净化 第四 我们喝的水 小时候记得 随便喝了一个水 喝了马上能解壳 它要保持水的特性 所以说我去以这个条件 去找这些厂家 准放了几百家 包括中国水出的行业的前十大著名品牌这些 准备了 没有我心里想要的 您想要什么水 我想要的 它就具备 最起码这个水是 富含矿物质为两元素 就是大自然的原生态的水 对 并且它有活性的 那你觉得你的要求高不高 刚开始设想时 我说我不高 但是走了这几千 几百家 厂家选出来的时候 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那就是说当您考察完市场之后 市场给您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 用净水器净出来的水 是什么水平的水 它是解决人类 现在有水喝跟没水喝的问题 就环境污垒了 水脏了 人必须要喝水 您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净水器解决的问题 就把脏水变成了能喝的水 对 和能喝的水到有营养的水 是两回事 两回事 现在市场上的都是第一步 您要求的是第二步 对 所以没有和您条件的 对 那接下来您只能做了 是啊 我只能研发 所以说我投入精力去 学习拜访老师 这个能办入学吗 怎么说呢 就是我想了想 我感觉是一个自雷规律 就天上下的雨水是不能喝的 但是天上下的雨水 经过泥土顾虑了之后 就能喝了 所以顾虑水的主要材料 最好的效果也是泥土 如何把泥土解决能顾虑好 这就是好事了 所以我去找这些相关对泥土 国家稀土这些研发的专家教授 去拜师 所以我找了863科技公关项目的 特别是专注这些领域的老师们 但您是彻底的门外汉 您去找人家这些业内的专家 行家里手的时候 人家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您呢 不接受 是吧 肯定是 认为我呢 你是不是心血雷潮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就感觉我跟老师们说 老师 我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利益力 而来找您的 我想做一件对人生有益的事 就是我对人类有帮助的事 我把后背生托付这次上面去做 希望老师你能帮我 我现在就是你的最低层低层的一个学生 希望您教我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了 我42了 42去拜师求艺去了 而且拜的是业内的专家 人家收不收啊 所以这难题其中一个老师就让我 从泰州到北京跑了三个月时间跑了19次车修我 收了 对 那就是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对 跑了19趟 那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耐心 就是我一定要跑下来这个事 这跟我的自己思维有可能 我认准了 一定要把它做好 一定要达到住 不住就算了 住就好 好好的住下去 你用了多长时间 从彻底的门外汉 到渐渐的懂得里面的一些奥妙了 走了五年左右 五年的时间啊 才弄明白 才弄明白 它的相关原理 庄世荣认为 廉价上品是信誉之本 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喝上优质健康水 他2008年 投身到家庭健康水处理设备的研发 历史五年 终于研发成功一种净水滤芯 及其龙头式水质处理器 并经中国国家认证任何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备案 并通过ICAS产品认证 同时 荣获2014年度中国科技创新最佳发明成果 于2016年12月通过了科学技术成果评定 里面要投入大不大这五年 总该说八年时间我投了1300多万 但是您当时的预算可就300万 对 但是到第五年的时候300万早就进去了 早就进去没了 那你关键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也没有收入了 我把自己家的房子卖掉了 卖了多少钱 卖了200多万 那也不够啊 那才加起来才500万 对 你这1300万还有800万的缺口呢 还有朋友们支持我 但问题是朋友愿意借给你钱吗 你这个等于是八字没一瓶的事 人家愿意给你钱 我这些朋友呢 就是说他就说一句话 只要你老够愿意干的 我们就支持你 但是你把房子卖了 老婆孩子同意吗 这愧疊的是我爸妈吧 那你卖的时候肯定心里特难受 受不出的啥味道 但是我有几个朋友跑过来跟我说 别卖吧 我们给你钱 那么我跟他说 只要我还有资产 我不会收你们任何给我的钱 我先卖到这书 我想我爸妈会理解 坚持到第几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线希望了 一三年七月份的时候呢 整个效果基本上都达到了 那么包括检测 实验室检测的数据都出来了 我发现了 我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爸妈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们说 他们也不见得懂 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 我就告诉他 儿子没注册 这事情能成了 所以爸妈也很高兴 一三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发现了就是 这个事情已经走的90%成功了 所以说希望来了 但是有一句中国古语 叫行白礼者伴90 90只是入门砖 对 可能仅仅是接近了 而并没有抵达 对 对吧 对 因为还有个问题 就是面临的很大的严重的问题 目前我们国家 没有健康应用水的标准 不认可 是国家念书的 只有崇敬水的标准 那么这14年的时候 我们产品在中国的科学家论坛 融合了最佳发明创新成功奖 就是第一个认可 这个认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我一定知道 我这个事情能承担 假如没有这个认可 我也没办法做了 所以说 那么这一来我起草了 写了关于健康应用水的 这国家生活应用水标准基础上 增加了健康应用水的指标 那么最后被中国国家产品认证中心 所以这个健康应用水指标被按了 国家产品认证中心 授权英格 上海英格认证中心 把我产品专门做了认证跟检测 那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部落这个行业可以有个先河了 可以唱了 那就是说这个标准是拟定的了 对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英格中心 其他的公司想做健康应用水 他第一句话就是 你的指标值 包括依据 是不是跟张老师的一样的 是张老师提供的 可以免检 直接检验就行了 那么假如不是张老师提供的 对不起 全部公餐以九千年认证的方式 重新解册 现在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能占据了制高点 制高点了 层面已经认可了 那么更开心的是什么 从15年开始市场市营销 到今年17年 营销的产销量 是每年成50到100倍的速度提升 没想到经费年费 真的是老百姓的可贵 老百姓把你存好了 现在我每天平均三千套以上 不够小 多少钱一台 我们一般平均 卖到老百姓消费者手上 300到500之间 这么便宜 对 但是现在大街上 很多都是好几千 是您的十倍 甚至上万都有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价钱放到这么低 我认为这是民生产品 我的研发团队的老师 一直也要求我做民生产品 你的成本有多少 三五百块钱的话 成本将近两百多 将近三百了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 乘以二乘以三 因为你是独子一家呀 我认为是 我们不光是赚钱 而是一个完成国家 现在没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 一个是分支供水 就国家分品质供水达不到 现在我们来做 这是全民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已经不把赚钱作为你的企业的一个发展的 对 但是你要知道一分钱难倒英雄化 你自己也刚才说到这个经历的时候 您甚至都掉泪 钱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不把赚钱做成一个 最起码很多企业是发展到相当大的周期的时候 比如说您还没钱呢 怎么就不在乎钱了 董老师呢 我还明白一个道理 因为我自己感觉了 这一辈子人啊 走过啊 虽然没钱很困难 但是你想想 这我最没钱的时候 是不是朋友们都来帮我 其实你巨大的财富 不在意你拥有多少钱 而是拥有你多少发心去做民生事 我相信别人一定会帮你 那么这个钱呢 我跟你说 整个市场铺开了 量大了 钱呀就来了 所以您就想别人怎么帮您的 反过头来就要怎么样回报 我回报给他们帮我的人 他们不一定接受 但是我把他们帮我的事情 我回报到社会去 我让这个社会都能由大家共同去回报 我相信这个社会就好了 因为谁能接受也能复受 你帮到更多人 更多人会帮到你 非常感谢庄先生 其实您说到了一个特别 特别浅显的道理 但是恐怕这个道理越浅显越不是很多能 能做到 今天我们采访庄先生 他做的是水 那么也许正是因为做水 他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他做企业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 但是在他的企业还没有盈利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到如何回报社会 那么这恐怕在里面 也就是深深的能够映射出这个水能载舟 也能复舟的道理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